哈啰,大家好,我是Wincent,我是PROPERTY AGENT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看这个会议SERCANBOOT 也很接近MUNCHIARA,也很接近GAPONG的一个CONDO OK,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啦 OK,走 首先呢,我们就来到它的GUD HOUSE 然后这个就是我所讲的ROS VILLA CONDO 这个就是它的OUTROCK啦 你们看到吗 OK,现在我们就进去 它这边是需要SS卡的啦 所以也是要有SS卡才可以进去的 现在我们就到了它的SERCANBOOT的地方 这个就是它的泳池 泳池现在是MCO啦,所以是不可以油啦 所以它放这个红色的线啦,大家不要紧张 这里就是它的CHILDREN PLAYGROUND 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它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OK,这个就是它的GYM ROOM 所以它的衣服全部都有啦 然后一路走 它有两个LIFT 一个在前面这里 这个是它的Laundry 后面还有两个LIFT 所以它有分EAST WING还有WEST WING 所以现在我们是从EAST WING进去 EAST WING进去 所以它也是需要SS卡 所以它是两层SS卡的保育啦 它的LIFT全部都很漂亮啦 全部是有好保持的啦 OK,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LIFT OK,所以我们就到了它的走廊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走廊都很广的 因为它整个走廊都是有景色的 而且它后面就是没有屋子对屋子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全部就是GYM ROOM OK,这个就是双风塔 OK,我们现在就一路走进去它的Unit OK,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所讲的 一千三百八十一方车的Unit OK,你可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它的客厅 它的Sofar全部有了啦 然后它的电视机Cabinet 也放好那个位置给你看了 如果你们喜欢买了 你们要放自己的装修下去都可以 没有问题 它这个地上的砖全部是原装的 OK,现在我们就去看它的Belkeny先 OK,Belkeny这边就是Face的前面 刚才我们从Gard House走进来那里 这里就是它的Gard House 还有它的泳池在下面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边走上来 然后前面这边有Villa Orchid的Condor 这些全部是新的Development 然后在这里就是Vrogan Villa 然后那个就是Highway 但是Highway距离我们这边有点远 所以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然后前面这些全部是Moon Chiara OK,看了它的景色我们先走进去 看它的屋子 这个就是Dining Area Dining Area 你可以放圆的桌子也可以 因为这个主持人之前是租给人家的 它是韩国人住 所以就没有多个人住 二个人住 所以就不需要这样大张的桌子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厨房 它这个是它的Bred Kitchen 里面那个是Bred Kitchen 所以很明确这里的装修就是干式分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里面煮饭 不怕煮到油油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玻璃门可以给你关着 OK,我们先过去看这个Master Bedroom OK 这个就是它的Master Bedroom 这里可以放Master King Size的床 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要放那个Dressing Table 它全部都很够位置放 因为这里是很大间的它的Master Bedroom 而且它还有那个厨了 这里多数是有些人会把它拿来做这个壁橱啦 Build In Bedroom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桌子咯 和桌子一样的 它的这个窗口是 这边角落都有一点的 OK 现在我们就去看它的这个Master Bedroom OK 这也是全部原装的啦 这个Bedroom也是 所以它的墙壁全部就是做好那个装修了的 如果你们是想要Move In Condition 这间就是一定是首选啦 这里的Unit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很漂亮 OK 现在我们就去看它的2nd Bedroom 2nd Bedroom就在这里 也是一样可以放到Master King Size的 所以没有问题 这边也是有放了一个厨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 大约有几大 放King Size的床有没有问题 床口光不光 OK 这个就是它的三房 3nd Bedroom 3nd Bedroom就比较小间一点 不过 单人床一样可以放得到 然后冷气全部都有 OK 就到了它的这个Common Bathroom Common Bathroom也是合 Master Bathroom一样的概念 也是这样的转 所以我们就一路走去Kitchen这里 这里是 刚才所讲的 Dried Kitchen 所以这样子我们现在就进去Wed Kitchen Wed Kitchen这里 它是一样有这个Cooking Home全部有了 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Yark Area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把衣服塞在这里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里有那个洗衣机的位置 OK 我们再走去看这个 Store Room 这个就是它方便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的屋子都需要一个Store Room 来放东西 它就在这个厨房的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屋子的Layout就是这样子 说法你们都已经看完这间屋子的Layout了 所以它大致上是怎样你们都懂 然后它是很适合一个 四到五个人的Family住 所以我时常讲有大当然买大 因为我不是讲小的不好 这样我是觉得大的会更好 OK 因为当你结婚了 你有生小孩 你就很需要这种比较大的空间 给你的一家人住 这样子空间够的话 大家就比较舒服了 住起来 OK 总结来讲 这间就是Los Villa Condo 1381房车 3加1间房加2个厕所 然后它是Freehold来的 而且它是高楼 然后这个价钱就是539千 OK 如果有兴趣的你们 一样啦 你可以call我 或者call我的partner 我会尽快给你做appointment 尽快让你来看这间屋子 OK 谢谢你们啦 Thank you